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 林姐这一次950亿美元的大规模军援方案 一方面直接影响乌克兰也影响以色列 那当然其中一部分是指定军援台湾 对美国众议院4月20号通过这一项 军援包含像乌克兰、以色列、台湾高达953亿美元 这一项法案 那其实这个法案应该很快就会拜登会签署通过 因为现在来看送参院他其实他已经适合一 那作为一项修正案参院是民主党掌控 那所以4月24号美国媒体认为很快就会签署生效 那换句话说这些军援应该很快都会陆续到位 包含对乌克兰、对以色列、包含对台湾 我们简单讲一下那中间乌克兰的这个安全补充法案 金额是到610亿的美元 那以色列是264亿美元 另外还有一项印太安全补充法案 那中间那80亿美元是要协助台湾 那甚至印太盟邦还有像菲律宾这些共同抗中 中间有19亿将近20亿是指定对台要进行 所以FMF军事融资所用 那就说这一笔款项基本上来讲要如何运用 等一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 不过可能外界会观察说这么庞大的一笔预算 中间为什么给乌克兰、给以色列这么庞大的预算 我觉得这中间当然是有这个不同的差异性 第一个就可能从急迫性来看 因为俄乌战争已经开打两年 那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对这一个现况来讲 可能军援的需求比较吃紧 所以这个军援的这个金额相对来说比较高 不过600多亿里头其实也不是全部都用于军援 因为包含还有这一个116亿是用于重建乌克兰国际开发 另外真正我们看中间细木弹药的部分 其实大概只占56亿美元 那这些属于传统弹药包含像15榴弹炮这些 那或者是飞弹的部分31亿美元 另外还有46亿没有指定 但是相关武器装备都不排除 比如说这个援助乌克兰F16战机这些等等 那以色列的部分同样264亿美元 我认为乌克兰跟以色列 为什么我们不要把台湾放在这个天平上面去比 因为这两个国家 第一个乌克兰是已经遭到入侵 那以色列也已经被炸火波及 那急迫性来讲前两者确实是比台湾要来的急迫 那不过这个部分还有值得观察 就是说在这一个美军这个部分 也可能跟他未来这些战争的介入模式是有关的 很明显的 这个美国是直接提供这些军援 让乌克兰自己去对抗这个俄罗斯 以色列的部分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也遭到这个伊朗中东周边国家的威胁 所以基本上来讲他的这个军援额度虽然高 但是其实看得出来就美军可能会进一步 比较加深介入是除了力挺乌克兰 力挺以色列之外 军援一部分第二个部分他兵力也有可能会介入 因为包含像这一次你看在面对伊朗的这个大规模空袭 美国的官员军官直接坐在他这以色列防空系统里头 那监视三行共同在操作 那不过兵力介入的程度我认为恐怕也不会那么生活那么大 那第三个我认为跟台湾台海的介入模式有很大的差异性是说 那美国我认为他印太战略而对台海的安全是绝对列为优先 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中国这发动台海战争 美军是会直接介入而且是大兵力的介入 那这个情况之下对台湾来讲他维持你几个面向 第一个你弹药这个库存要够 那精准飞弹这些防空系统反舰飞弹这些你要足够 同时另外就是你的这一个指管系统要能够跟美军构联 包含像比如说很重要的情报分享或者是说这个火力协调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他首阶段第一个是让台湾先补充这些不管弹药 或无人机这些系统我觉得这是最主要 为什么金额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办法跟这个乌克兰跟以色列拿来相提并论 不过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观察一个重要几个不同点 因为台湾本来就不是美国的邦交国 能够拿到这个19亿的这个美元的FMF 其实已经破了纪录在过去没有潜力 这等于已经跨过一个门槛所以换句话说我认为这只是个开始 因为这是等于说这两年来其实有第5次提到对台的军援 因为今年3月不是才讲到说连美国国务院 像这一次是五角大家编的预算 那美国国务院今年3月那时候是1亿美元 那同时去年7月8月各种模式包含 像这个总统的这一个拨款授权法PDA 或者是前两年其实就已经有谈到说将要以每年20亿 连续5年100亿的方式来提供台湾军事融资 所以这个部分只是个开头 那换句话说这也是做给中国看 如果今天你敢对台湾更跨进一步的话 未来的逐步对台军援的提升当然会越来越多 而乌克兰能够拿到611这就是一个未来的指标 等于说美国可以援助乌克兰到这个程度 未来援助台湾当然也会更深更多 所以这个动作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政治意涵 所以我们讲到说这只是个开始绝对不会到此为止 同时还有很重要台湾跟乌克兰如果要相比 台湾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战力 我们建构数十年来不管在防空或反舰制海 各方面的能力其实本来就比乌克兰过去来讲还要来得强 台湾有一定的自我防卫能力 乌克兰过去来讲确实达到现在它只能依靠美国 所以变成说美国必须要全力来俊援它 那这个部分各种的这个未来19亿要如何运用 那国王部出面其实有谈到说这个部分还需要美台共同来讨论 不过主要观察过去两年做的这些动作里头 包含像更重要的就是说提供台湾这些传统弹药的库存也好 或者是精准飞弹的数量 这些精准飞弹包含像空对空飞弹 或者是这个地对空或者是这个空对舰反舰 各方面的这个精准弹药另外还有这样无人机 当然是未来列为重点 那MQ-9B我们买到试驾 未来有没有可能它这些部分已经处一的MQ-9A 也能够透过军援直接提供给台湾 这也是重要指标 还有很重要就是软体上面教育训练 不管是美国的特战部队来台或台湾 这个联兵营派到美国出奇两个营 未来有没有可能到十个营二十个营 这些其实都会列为重点 我觉得教育训练的部分可能会花费相对来说比较多 另外无人机的开发 其实不只是美国国王部讲到18到24个月 要打造千架以上 其实台湾现在国王部也传出说 中科院未来要以中大型的无人机 军用的为主 那中科院来打造 包含像滕云 瑞渊甚至建祥 反辐射无人机这些等等 但是中小型的无人机 未来就会直接交给民间 这些军用商规的无人机 给民间去研发跟打造 那未来希望短期内能够有3000架的规模 不过我提醒一点 这个部分很重要就是说 武器的数量虽然是急剧增加 但是兵力上面也要跟上 因为特别是操作无人机也是需要 地面兵力 那这个部分先前国王部报告说 现在初期大概是100多个操作的人员 这绝对恐怕还是不够的 未来运用 特别是EUV现在开始恢复一年的疫情 现在讲到说 有可能部分是可以去操控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 这必须要跟得上脚步 那等于说武器跟兵力要能够相对配合 那美军的部分当然很重要 如果他的一个介入台湾模式是有异于乌克兰跟以色列来讲 那未来美军在外围 譬如说海空由他来进行阻击 那台湾的地面防卫由自己来负责这个部分 当然双方的沟通协调非常的重要 这个部分当然就会涉及到指管系统的重整 包含像台湾自己通讯不能断这些等等 都是未来列为重点 同时还有包含像印太斯利阿基里 如果也谈到说台湾应该要强化自己的后备动员 因为特别像去年10月看到这一个以哈冲突之后 那以色列很快48小时之内 马上动员30万的兵力 那直接都对自己进行自我防卫 那这个部分确实阿基里若的呼吁不是没有道理 那台湾过去来讲可能社会氛围 跟这一个民间比较缺乏所为危机意识 那后备动员当然一直持续在进行 但是绝对还有很大的精进空间 那回过这几天台海的情势 但是520将近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供机又开始对台 这个身高相关的挑衅作为 那这两天比较特殊的 我们看到4月20号 这个部分供机其实我认为又更在逼近台湾 特别是你看这个横路图 过去来说这是我们的本来是ADIZ 过去是一直在外面 这两年开始慢慢一块一块吃进来 那4月20号这个横路是相对特殊 大概是我看过这两年来最近的一次 他的这个战机直接弯进来 已经接近到这个其实 广播这个图我认为也是有个部分是疏忽的 可能刻意的 就是说其实他离高雄的距离是更近的 那他特别去飙而乱比 不过当然是跟他战机可能攻击的目标 航路演练的这个方式 那西北的部分基隆41海里 但是最近大概就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 这个部分他是有更压进来 这个部分为什么最近在升高这样挑衅动作 我认为几个原因呢 包含像譬如说最近这个美日飞三国加强结盟 甚至美飞兼兵兼军演 那美国把这个提风中程飞弹系统 直接进驻到菲律宾 其实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威胁 那同时还有包含像最近因为兼兵兼的军演 我们看到美军其实很多的战机 都是从台湾北面的冲绳直接往下拉 前一阵子是P-8直接飞过台海 其实这几天有没有可能其他美机或美舰穿越台 我就值得关注 另外像他的这一个F-22 F-35都有可能在台海周边 进一步来活动 这个部分也当然相对让政攻击 他也提高他的这个挑衅的作为 同时还很重要 4月24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访问中国 那我认为过去北京一向是这样 他在谈判前一向会拉高强硬的姿态 那用这个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 用这样方式来逼迫美国让步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回过头来 真理上而言 拜登政府虽然也在强化对台的军援 但是外交上面 布林肯仿中到底是不是能够 当面跟美国 跟中国要求不要挑衅这样的动作 有没有效尔 其实连共和党内部 其实非常多的质疑也痛批说 这个美国高级官员 不应该再去访问中国大陆 因为其实回过头去看 去年11月 连拜习会拜登当面跟习近平讲 讲完之后 这过去这半年 中国不止没有收敛 甚至还更加 这个加大这些挑衅的动作 所以我们观察 其实如果美国真的在台海 有这个有希望要这个把动机 那能够让他克制 其实我认为就是美国的军机跟军舰 其实应该更频繁的穿越台海 甚至我觉得已经压迫到这个程度 其实台湾的军方也必须要考虑 必要的时候 既然北京已经说台海中线不存在 那台湾的战机是不是也有必要 那这一个飞到离他们相对来说 可能40里50里的距离 去做相关的征询 双方可以在这个台海 你来我往 才不会让中国 步步这个禁兵还有得寸进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董老师刚刚看到南海是在打群架 美国的印太战略 从头到尾就是围堵冲着中国而来 可是另外一个各界高度关注的是中东 中东的局势会不会使得 这个美国相对受到影响 是的 其实现在全球的趋势 已经看得很清楚 刚才不是讲了很多 就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炮弹严重的不足 无论是哪一款炮弹 飞弹都不足嘛 那但是我觉得可能不要忘了哈 就是说乌克兰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个40国 40国的国防部长会议 然后呢大家在分配 嗯 什么意思呢 这种这种概念就类似说 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大家都要分配啊 大家都要去支援 所以我们刚刚看哦 我猜乌克兰应该还有其他的炮弹的来源 嗯 然后呢而另外这个印度 他会支援菲律宾嘛 那中东是这个样子哦 就是说呃最近美国国会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开了一个听证会嘛 专门讨论哦 这一次中国在中东战争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嗯 那么根据美国所请来的专家呢 嗯 他们第一点就确认 说这个中国的全球战略呢 哈 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啊 只要美国有区域上的麻烦的时候 这是中国最需要的 嗯 所以说这个是哈 就是中共政策的目标 这什么意思 美国的麻烦就是中国的快乐嘛 他就是个意思 因为很简单 道理也很简单嘛 需要哈 中国需要美国去分散他的注意力啊 美国才会没有办法专心的对付中国 其实俄国的战略啊 也是一样的 那么至于中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 我是这么看 首先呃 中国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他首先是跟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啊 呃 呃 跟这个在中东一定是跟伊斯兰教国家 阿拉伯 国家 站在一起 反帝国主义 反殖民主义 可是 中国没有放弃以色列 所以中国他想在中东 是左右逢源 还记不记得 就是去年啊 这个哈马斯还没有去这个攻击以色列之前 其实以色列的这个总理 他是去年年底就要访问中国的 访问北京的 这个是代表啊 等于说以色列啊 跟北京跟中国的关系 一大的飞跃 嗯 中国需要以色列的什么东西 当然是科技嘛 嗯 尤其是军事科技 不过啊 去年这个哈马斯攻击 以色列其实以色列非常愤怒 中国没有表态 嗯 没有去谴责这个哈马斯 另外啊 这个上礼拜 伊朗空袭以色列 那个中国也没有表态 以色列的外交部 已经公开呼吁中国 你应该要表态 所以说看起来 以色列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啊 恐怕啊 会渐行渐远 那另外啊 这个以色列不是这两天 空袭了伊朗嘛 那事后这两天 看起来以色列伊朗 美国都很低调嘛 我先讲第一点 很奇怪的东西 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呢 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 嗯 我看到了两个不同的画面 跟照片的 就是说他那个楼垮了嘛 真的有被打到嘛 嗯 奇怪啊 怎么会没有伤亡 嗯 这个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情报 非常准确 他知道你那个是空的楼 里面没人 故意打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伊朗密报 嗯 明明有死伤 对不对 你看这个伊朗空袭 以色列上面掉下来东西 还砸伤了一个 以色列的女童嘛 嗯 所以说是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好 所以那个伊朗的最高的领袖 哈米尼嘛 嗯 他就公开的说 有人发射了几枚飞弹 跟命中多少目标 那个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伊朗这个民族 我们的武装部队 要展现这个意志力 那些无人飞机呢 那个跟这个玩具机一样 诶 他讲这个意思 就是哈米尼 就是想要轻描淡写了 不过以色列时报最近有报导 说这个以色列用什么武器去攻击伊朗 并没有公布 不过根据以色列时 这个时报判断那个照片 可以判断的出来 应该是狂暴飞弹 嗯 以色列有这款飞弹 狂暴飞弹 它可以穿透眼底 它是专门攻击 这个通讯跟指挥中心 攻击这个空军基地 维修中心基础设施 而且无论你是地下的碉堡 或是地上的掩体 它都可以 这款飞弹长4.7公尺 重大概300公斤 不对 重500多公斤 它的有效距离是300公里 好 300公里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一种中短程的 精准的空对地的一款精准飞弹 诶 那就奇怪了 以色列距离伊朗1800公里 你这款飞弹 肯定是以色列的军机 载得过去攻击的 所以你走哪条路 以色列走哪条路 你是经过这个 约旦 还是经过叙利亚 还是经过伊拉克 或是绕行其他地方 我猜这会是个永久的谜 对 然后再过来 这个我上礼拜这边讲过 以色列空袭这个伊朗的时候 同时以色列 有去轰炸了这个 黎巴伦的真主党 死了三个人 然后有一个 包括一个是高级军官 所以呢 以色列绝对会把这个 这个黎巴伦真主党 它绝对会报复的 另外一个奇怪事件又发生了 在伊拉克北部 有一个亲伊朗的民兵基地 也被攻击了 死了一个伤了六个 谁干的 以色列说不是我 美国说不是我 不知道谁干的 我猜啦 因为看它那个武器形势 都应该可以判断是谁干的 既然以色列跟美国都说不是 那应该就不是 我猜是伊斯兰国 另外一个派系的 伊斯兰国前两天 前两个月 还有攻击过伊朗 所以说 中东的情势呢 其实是非常混乱 但显然的伊朗 以色列 美国都不想让情势升高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请教昆宇 这次美飞的肩并肩的军演 一方面规模来到了一个新高纪录 另外一方面是非常靠近我们巴士海峡 对 那先讲那个集成的那个中国的那个游轮 那个环球时报一直在跳脚 这个跳脚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实上它就是一只废跳的船却被当做靶船 但是它因为城市中国生产 中国人又特别敏感 也的确啦 如果你要往这个方面想的话 这伤害性不大 但是侮辱性极强 然后所以中国一直在这个张又霞 他那个他发言的那个会议 是西太平洋的各个国家的海军的一个 那个联合会议 位置在青岛 因为今年是中国主 轮到中国主办 然后他就当着美国的这个 印太司令的面 就在那边讲了刚才明杰讲的那一大段话 然后反正一大堆废话 那我们张又霞的话 就是其实也很妙 那就是他的话是典型的话术 中共话术 中共话术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叫做 那我有做的你不准做 我搞的稀奇古怪 那种乱七八糟 那个不入流的手法 你不准做 你做了你就是流氓 你就是什么 他就指控你 第二种做法是说 叫得很大声的 那说你不可以怎样 不可以怎样 他越讲不可以的东西就是 那个东西对他的伤害很大 那美国对这个老公的玩法是什么东西呢 那一边布林肯访中 一边就是这个肩并肩演习 那边最大规模的演习 那意思是什么 他学中共嘛 那你中国用这种方法来玩我 我现在就用你的方法玩回去 我看你怎么办 老美现在这样子玩 老公事实上有点傻眼 因为他以前都是这样子玩人家 这一次被老美玩回来 他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应对 因为被他自己所相信的东西给玩了 好 那么另外一个 但是大家可能在肩并肩这个演习上面的 的语言呢 或是讨论呢 多么都集中在那条中国游轮上面 在那边讲 但是我一直在觉得说 最重要的还是巴丹 巴丹是一个 巴丹岛在这边 在巴士海峡的中间 巴丹岛我画了一个蓝圈 巴丹岛的这个蓝圈的意思是什么 200公里 好 以巴丹岛为中心的200公里 200公里是什么样的数字 就是刚刚讲 比如说我的防空飞弹 大概最多打200公里 反舰飞弹平均150到200 好 我大概都可以打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一个巴丹卡在 这个巴士海峡的正中央 我北边是恒春的200公里的飞弹 南边是卡加盐 好 这个 这个 菲律宾的卡加盐省 200公里 这三个方向 他就把巴士海峡整个都封死了 好 这是近距离 那么更重要的事情 还有什么东西 肩并肩演习在前两年的时候 他第一个登陆的 还不是什么巴丹啊 巴布岩啊 好 巴布岩倒在他巴丹下面一点点 第一个登陆的是卡加盐 好 那么在这几年的合作中间 菲律宾同意美军开始使用卡加盐 卡加盐有什么 有空军 有空军基地 听说现在这边也有海军基地 至少是一个简易的海军基地 好 那么卡加盐如果有空军基地的话 在卡加盐起飞的 大家看到这个黄色的圈圈 好 这个黄色的圈圈 好 就是卡加盐起飞的战斗机 1000公里的半径 攻击半径 那这一个攻击半径 北边可以打到福州 整个福建下去了 好 这个江西的南部 还有整个广东的东半部 好 从广州 深圳这些下来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潮州跟汕头 那为什么潮州汕头那么重要 因为潮州跟汕头 尤其是潮州 潮州就是南部军区 中国海军陆战队 它的主要基地 跟它的指挥所 在这边或者这个附近 总共这个海军基地 不一定都在基地里面 但是它的指挥单位在这里面 它总共下辖了三个陆战旅 还有一个特战旅 那所以我威胁 它主管的地区包括南海 包括菲律宾 包括台海 包括巴斯海峡 这些都是它可能 这个威胁的地方 所以从卡加盐这边 如果我设了空军基地 那么我把这个地方 全部都涵盖起来的时候 那么对不起 你老共要打南方 要从南边打台湾也好 或从这边突击菲律宾也好 或是控制南海的岛屿也好 你只要出海我就弄你 那么所以这刚才 那个明杰讲的 老说这个为什么 美国CIS CSIS那个冰堆 都预期说 它可能 主要登陆地点会在南部 那其实就是因为 潮州跟汕头 好这两个地方 那么但是美国人也不是笨蛋啊 美国人把这个东西放下来以后 他不用在卡加盐演习 那空军我要怎么样去攻击你 他不需要演习 那他只要告诉大家说 那告诉所有部队 不论地面的部队 陆战队 或是陆军 或是海军 那在这边演习以后 我能够把卡加盐保卫下来了以后 那么我从卡加盐延伸出来的空军 就足以让老公吃不消 所以他现在用的方法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边 那这个这个是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军事方面的 那跟外交方面的一个布局 那背后其实 这个美国人已经开始把台湾 视为自己人 视为一个台湾 对 那也不是他突然大发慈悲 讲白了 国际政治就是现实主义 都是现实主义在主导 那现实的事情是什么 他需要台湾的晶片 那么台湾的晶片 雷蒙多他只是透露了一点点讯息 那当然我我相信雷蒙多这个这个谈话 那是有一点大内宣的味道了 有点给给自己人打气 我们已经赢了 事实上赢了没有很多 但是科技战这个东西 你现在赢一点点 那你如果能够保持个十年 那那就会赢很多 那会造成产品的代差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事情是什么 那他讲到说这个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中国他现在的状况 甚至在之前的状况 他没有办法去造出军规晶片 甚至他还嘲笑美国的军规晶片 他是用三规晶片去做军品 但是军规晶片 美国现在什么F22 或是这些有些飞弹这个晶片 都是90年代80年代 或是在之前都设计好的 为什么 因为军规晶片很麻烦 军规晶片 他要搞定几样东西 第一个他要耐高温 我这个我这个剧烈飞行 高速飞行的时候 我整个机体 或是氮体 他会有高温 可以高达摄施 七十度八十度 你要耐得住高温 你要耐得住震动 因为像剧烈飞行 会震动 你要耐得住电池干扰 然后你可能还要抗辐射 光是这几样东西 那个晶片就 它的封装测试 跟它的基板 晶片上面有那个基板 它的设计都要有不同的规格 所以它军规晶片的发展是很慢的 那老共等不及啊 老共就去把商规晶片拿来做 那它的军品上面 还夸张说 那美国都是前一代的 那个90年代了 我们算力比它高好几百倍 但是实际上面 你真的上了战场以后 那个是会出问题的 那为什么俄罗斯做的导弹 号称什么超高音速导弹 会打不准 很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你在平面在那边测试理论上面 电子零件这样子测的时候 OK 你就像你把自己家里的笔电 你直接丢到那个飞弹上面去飞看看 那会出问题的 到时候它一颗不灵光 你飞弹就打不到了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它的确是台积电做了很大的贡献 而且台湾不只是台积电 是台积电为首 因为它现在在晶圆或是很多晶片的设计 机器的设计上面 台湾是可以有办法做到SI的 就是那个系统整合的 那它能够做到SI的状况上面 它下面其实包括什么 封装测试也好 机板也好 电路啦 各种方面的东西 它是整套系统把它带过去 这个才是最厉害的东西 而且是台湾拿不走的东西 那么最后呢 还是要讲一件事情 政治上面 我这几天我特别佩服一个人 就是美国的中越议长 这个强生 他是共和党的人 共和党里面像川普这一派 保守派的 他就是非常绝对的现实主义 他认为乌克兰离我们那么远 这是边际利益 我们不应该去援助乌克兰 又要花那么多钱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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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但是强生呢 是他一直在犹豫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下决心了呢 据报导说 他是在以哈这个战争爆发的第二天 他就觉得说不对 这个事情要处理 他就自己打电话给民主党 这个众院的领袖 跟他讲说我会支持这个法案 而且在接下来支持这个法案中间 被川普一派的人呛下 你小心点我罢免你 我前面已经罢免掉一个了 我这个人要罢免你 他不管 他可能会让他被罢免 他冒了这样子的风险 他觉得说这件事情该做 他在做对的事情 然后我就坚持下去 然后最后的311对112 他赢得了这一场胜利 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是 很值得我们台湾借鉴的 第一个 国会的在野党 跟执政党 多数党跟少数党 他不见得是那么绝对的 他应该在 国家重要的事件的关头 他是要有一个主意 他是站在一个道理的基础上面 来做决定的 就最后你要对于国家忠诚 跟国家利益忠诚 对 不是对我自己忠诚 不是对我的政党忠诚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所以美国可以有 两党外交的这个传统 第二个 像他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面对内外的不同的意见 跟交迫的时候 政治人物可贵的地方 就是他在这种时候 能做出艰难的决续 就决定 这个事情才是一个政治人物 真正的品质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彭下的一方面 吴尔林事实上 倒数剩下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美非跟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态度 都更加的强硬 那布林肯仍然进行了外交之旅 可是各界也高度关注 双方在几个议题上面针锋相对 包含了台海的议题 也包含了军援俄罗斯的部分 那事实上G7都有很大的反弹 是的 我们先看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 这个军事援助法案 牵涉到三个国家 一个乌克兰 一个以色列 第三个就是台湾 这代表什么 这三个国家就是美国现在战略利益的核心 中的核心 虽然台湾拿到的钱最少排名第三 但以优先顺序来讲 可能台湾是第一优先 因为520马上就到了 那么这个 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大国 一个非常成熟的大国 特别是这个拜登总统长期在国会 是担任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所以他是非常鲜熟的 这些外交操作的 那么我们看到说在整个今天我们看到布林肯反华 问题是在于最早是谁 4月2号拜登打电话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从那天开始 然后接着就是这个财政部长叶伦的反华 然后接着这个布林肯 但是布林肯会谈什么 我们不要看布林肯 要看国务院的亚太事务助亲康达 还有白宫国安会 中国以台湾事务的主任博兰 他们在15号就先到大陆去了 换一支就说不是看老大怎么讲 这些是什么 这个叫做行政团队 先去谈 他们谈什么 他们见了谁 中国的外交部长马朝系 国台办副主任 求开明 OK好 那我们看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跟马朝系谈什么 几个问题 一一列出来 第一个 中东情势 跟以色列有关 第二个 中国协助俄罗斯国防产业 这个是跟乌克兰有关 第三个 台海问题 第四个 南海 第五个 这个北韩议题 然后 这个很有意思 进行深入 坦诚 且建设性的讨论 这是外交磁力 什么叫深入 深入就是 不是原则性的谈 而是深入到了一些的细节的事情上面 什么叫做坦诚 没客气 就是大家讲话都讲得很白 赤裸裸 有剑刀剑枪的 然后什么叫建设性 表示说有一定的进展 双方的意见 有若干的交集 最特别的是 这一次为什么会去见国台办的副主任 啊 这个 邱开明 邱开明何许人言 邱开明是 这个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博士 他 就是 这个 这个中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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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政协的 政协主席的 直系学生 啊 换言之就是说 他代表的是 中共国家主席 的 这个系统 嗯 邱开明以前专门做 台湾问题研究 嗯 那么去年才升 这个 这个 对台的副主任 然后 讲什么东西 OK好 康达重申 啊 美国 以 台湾关系法 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 以及六项 保证 为 指导的 一中原则 没有改变 嗯 没有改变 一中原则 没有改变 有没有改变 当然有改变了 因为按照过去 美国 中国跟美国一讲 就是说 根据 美中三个公报 啊 为原则 现在不一样的 你看 排顺序 第一个 台湾关系法 然后第二个 三个公报 第三个什么 六项保证 保证谁 保证台湾的安全 嗯 对换言之就是说 美国的一中政策 最主要还是 围绕着台湾的安全 嗯 台湾的独立性 为主的 什么会没有改变 当然有改变 说一套 做一套 这就是标准的 然后第二个 我们要看谁 罗森伯格 嗯 罗森伯格 在3月30号 来台湾 然后正好遇到台湾大地震 嗯 这个你看 他来 他建了 三个政党 也建了 韩国瑜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他就讲哈 他说 他来 他当 当了这个 呃 在台协会主席 他 他就来了两次 嗯 他说 这个 与赖清德及其团队会晤 确认 双方能够稳固地 持续推动合作 嗯 他说 我们与他谈得很愉快 他很清楚 政策优先顺序 包括 他对维持现状的承诺 我们当然非常欢迎 欢迎之就是说 他跟赖清德 当面的把话 给说白了 说清了 第一个 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就是刚才我说的 美国国会通过 也有优先顺序嘛 嗯 同样的 你台湾做什么事情 你赖清德上台 你要考虑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维持台海安全 嗯 是你第一优先啊 那么你要如何就是 这个持续持续维持现状 嗯 的承诺 这是承诺啊 啊 然后 所以这我们非常欢迎 在这里我另外跟各位讲一下 哎 各位有没有记得 在马英九去大陆的时候 啊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后来连副主席啊 夏立言都到美国去了 啊 他们去美国谈了什么 为什么会是他们去美国 换言之就是说 美国把台湾内部也搞定 意思就是说 国民党你不要乱搞 啊 跟中国去唱和 你不要以为美国会很客气啊 美国真的啊 很坦诚的跟你讲的时候 那就很难看的 对不对 你国民党你要选边站啊 你以为啊 你靠中国可以吗 对不对 当美国翻脸的时候 国民党吃不消了 连 连日本 连韩国 这么多国家 大家都要选边站 你国民党算老几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国民党的改变 啊 一直到现在朱立言有没有说要到大陆去 为什么他 他没有那个 这就代表 美国下了功夫 下了功夫 最后 是谁去 布林肯去 布林肯去 就是 啊 要 除了以上问题 最主要最迫切 台海问题 520之前 包括520 不要有状况出现 同时 布林肯也会把 罗森伯格 获得的承诺啊 跟这个啊 会 会给 透风给对方啊 意思就是说 那 520 赖清德 要讲什么 事项坚持 事项支柱 那 才是赖清德的主筹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 您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这一个明节 一方面 美国现在对于台积电 跟晶片的稳定供应 高度焦虑 另外一方面 控管台海上的这一个立场 跟中国事实上也是 针锋相对 而另外一个针锋相对的 这一个场域是在南海 现在美非肩并肩军演的同时 中国也跟着硬碰硬 对 其实近期美中之间 不管在台海南海 东海这些地区的交锋 其实跟布林肯要仿中 绝对都有直接密切的关系 我们现在谈 印太司令阿基尼洛 那访问日本期间 再一次又重申说 共军将会在2027年 那做好犯台准备 不过他强调说 这个不是美方提的时间表 而是习近平对解放军下的命令 那所以他也谈到 我们先讲到说 他说这个中国在经济衰退 严重情况之下 竟然还这个扩张军备 那再加上在台海周边 这个挑衅的动作更加的强硬 让他非常的担忧 那我们讲到说 他这个这一席话 主要是要提醒 那就是说要联合盟邦 那共同来提高 对这个中国的威责力 同时也是在呼吁 包含像他访问日本 那还有包含像也是在提醒 台湾要赶快加速来准备 那强化跟美国之间的 这一个军事合作 共同来对抗中国 那其实阿基里 如果访问日本这件事情 我觉得同样的 可以跟这个布林肯 访问中国 放在一起看 这是一个双线的动作 我认为美国是在设双保险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看到 这个布林肯访中 其实外界都不看好说 这一次双方会有什么样的成果 那本来就是 不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 仿中其实布林肯算是硬着头皮去 那不过他本来就不是要去跟中国交朋友 那这一个提升双方的这一个外交的关系 主要是要去提醒跟警告中国 那媒体报导说 这个美方官员透露说 布林肯此行会当面向中国 这要求不要在这个台湾 新任总统赖清德上任520前后 来进行挑衅的动作 所以他这个部分 等于说 在这一个跟中国一方面 喊话一方面保持沟通 其实这个部分是在避免北京误判 这是一道保险 那第二道保险 就是说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近期在军事上面动作 其实很多 我们在这个加上外交上面 其实先前拜登已经先打底的 就是4月初美日非三国的高峰会 那已经把盟友巩固起来 同时你看这几天 一路从众议院到参议院通过 这个最新的 包含像援助台湾另外乌克兰 以色列这些军援的法案 那这个都在对外展现 特别像北京展现说 美国会力挺盟友到底 那同时配合其他 刚刚讲的包含像金融的这些制裁也好 人权报告的公布 同时军事上当然很重要的 就是美非兼兵兼 也同在这个时间 这个星期展开 而且整个远循区 不是只有说南海 其实还扩及到台湾南面 巴丹岛这个部分 那甚至把这一个极具 针对性威胁性的提风中城飞弹 进驻到菲律宾 所以这么多的外交跟军事上面 其实也都在做足 这一个布林肯仿中 手上的这个筹码跟动作 那中国当然也同样 强调他这一个 担心布林肯此行 主要是要去压制中国 那不过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这个部分 其实近期他也做了很多的威胁动作 还有包含像 比如说这个布林肯访问中国前 那他这一个就已经强调说 绝对不要触碰到这个台湾 这一个底线 那同时实际的举动上面 我们看到近期 其实威胁至少已经一两个星期 共机共建 对台湾的这一个逼近动作 更加的挑衅 那同时还有另外 先前那利用马英九到中国去访问 进行统战 还有包含像 这一个其实中国的官媒 特别是中国海军 他近75周年 那这几天又释出了一段影片 中间特别刻意秀出 他的这一个浅色型的这个核武 就巨浪二型 那还有包含像 山东舰训练这些编队 请我们过去观察 只要华府 不管国防外交官员 访问中国 他一定都会用这种的宣传影片来展示 他的这个军力 那表示他不赤裸 那最后还有包含 当然这几天 美飞肩并肩的联合军演 大规模的展开 那现在也发现 菲律宾这个调查发现说 不管在黄岩岛 中叶岛附近 中国海上的这些 骚扰动作反而变得更多 特别是这一次还发现 不只是说过去海警船 这次还出动了三艘军舰 海警船增加到11艘 甚至有多达110艘的海上民兵 这是平时大约60艘的 这一个兵力有的翻倍 所以这动作当然无非也是在加大 从台海到南海的挑衅动作 那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要展现说 这个中国有能力跟美国来对抗 那这个部分 当然布林肯仿中我们预期 外界预期说不会有具体的成效 那本来就是去提醒跟喊话用 所以我说这一个他设了双保险 一则军事上 结合盟友加强这一个威择力 另外一方面维持沟通管道 那北京不会误判 这是两道保险 那避免中国 那误判来这一个对台 有侵略的动作 那同时我们看到 阿基尼诺这一次访问日本跟他谈到说 其实他将五月就会卸任 那其实过去按照前例 印太司令基本上没有太多升官的机会 那我们过去看很多印太司令 大概就是卸任 那卸任之后其实他并不是没有任务 我们认为这非常有可能 阿基尼诺 其实对台湾也非常友好 有可能卸任之后会访问台湾 那特别是如果时间比较快的话 都有可能今年譬如说七月 汉光士兵的演习哦 他就这个主观摩团来看 因为从这里已经有很 这个有潜力有惯例哦 因为早在20年前那时候美军 还没有改叫印太司令 叫太平洋司令的时候 从布莱尔那时候 这个每年的汉光 兵袭推演都会组成一个 三四十个人的观摩团来台湾 那观演之后提供台湾 这个防卫上面的意见 那同时也是一个高阶的军事交流 所以阿基尼如果我认为 他未来恐怕也会被赋予 这样子跟台强化军事交流的目的 那另外还有很重要就是说 阿基尼如果提醒也在提醒台湾哦 要加速准备 那当然加强跟美国的合作 我们看到这一个赖清德总统 今天公布新的哦 这个国安内阁里面 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顾立雄 其实他在谈话的时候 有几个重点哦 也可以让外界一窥 为什么民进党会用他 这一个文人的身份来担任 这一任的这个国安部长 他中间有谈到说未来的目标 台湾必须要参与印太协同性嚇阻 这个架构 其实这大概就是他最重要的任务 也就是说 他过去四年国安会秘书长任内哦 呃 跟美国这个对话沟通的这个经验哦 那对美的了解某个程度哦 他能够跟美国顺利沟通 那我们当然知道过去来讲哦 由国军的将领来担任国安部长 其实在对美军事交流上面 有时候是相对这个比较保守哦 那顾利雄他文人的身份 他已经提了这个部分 他说台湾必须要成为 协同性嚇阻架构中间的一环 其实重点应该是核心了哦 那我们看到一路这个拜登 不管是强化南韩日本到菲律宾到澳洲 这些哦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那军事合作上面中间似乎都独缺台湾哦 因为政治上当然有敏感度 那不过这个部分就是未来哦 这个新任国民部长顾利雄他要 这一个完成的这个目标 那他也特别强调说 必须未来要这个让这个对岸的算计 有更加的复杂化哦 让他对台湾轻举妄动这些动作 可能时间表延后 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会赋予他这个任务哦 对美的沟通交流绝对是首要之重 那另外对内的部分 当然他也提到说不管对称作战的建构 甚至后背动呃 后背动员这些部分哦 特别还有跟社会沟通哦 这都是文人部长可能他未来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那除此之外 还有这一个包含像美国国会处 最近一份报告也透露说 去年2023年哦 那外界都认为说 美军到底有多少人员派驻在台湾 这一份报告 其实他是属于公开性的报告 应该是从公开预算里面去 美国五角大厦给的这一个资料 他说有41名的美军在去年进驻台湾 不过这我们强调说就是公开预算 因为我们在看立法院预算一样 同样有黄皮红皮的红皮就机密预算 到底实际上机密的人数有多少 并没有在这中间 所以我认为可能实际的人数 要来的更多 同时还有包含像任务性的部署啊 譬如说在台湾 不管是观摩演习 或者是直接参与演习哦 那这些部分可能还有其他更多的 不同军种的 甚至国务院的这些人士都有哦 所以这一个部分也表示说未来哦 美国驻台 美军驻台的这些人数的增加 其实是指日可待 那最后还有包含像哦 现任国防部长邱沃正 其实也谈到这几天哦 那拜登已经即将签署的这一个 援台援乌援乙的这一个军援法案 FMF19亿给台湾的部分哦 那他也提及说台美之间 当然未来会讨论 不只是限用于这一个教育训练哦 那甚至未来装备的部分 甚至未来有没有可能 美军的装备先库存在台湾 这个可能性未来大概都有一定的方向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同时外交跟军事哦 那双重的保险正在整个 第一岛链全面的巩固 那台湾第一个自己要做好准备哦 那纵然这个阿基尼若不断的强调说 2027年可能中国会做好犯台的准备 那如果说台湾第一个做好自我防卫准备 加上跟盟邦之间的合作 如果可以加入所谓的印太协同性 嚇阻战略的一环哦 那当然未来不管是2027年 或是2045年哪一年 那这些不管犯台的计划是如何 恐怕都会让它一直只是计划 没有实现的一天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 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 好坤玉怎么观察 我觉得我们这一阵子开始啊 既然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国安团队都就位了 我觉得现在就应该开始进入战斗位置 好 这一场呃 我这样讲好了呃 可能我要为言耸听 但是现在开始已经是台湾最危险的时间 好 那么这个 我自己认为未来四年台湾会经淘海浪 然后现在的执政团队到底有没有能力处理内部跟外部的挑战 其实我是打蛮大问号 对就是 但是今年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11月 为什么我说11月 因为台湾适合登陆的时间是3月到10月 再来东北季风来风浪太大 他其实 那个很不适合航行 那么3月到10月这个时间其实是 老公最有可能登陆 就是军事上面来讲 兵凶战尾的时间 过了10月以后 他可能还有各种的军事压迫什么东西都会存在 那但是真实的武力冲击 不一定会存在 就可能会消失 都会换另外一种方法 但为什么我这么讲 那 问题不是台湾挑不挑衅对方 而是牵涉到说 布林肯这一次去的感觉跟定位不对 那他不是以往的那种 大家 我派一个外交大臣 一个大使过去跟你好好谈 大家来瞧解 不是 那个氛围就是很像我 我把所有的装备 那枪械部队通通都调动好了 各种武器都准备好了 政经军心你看各种方面 全部都准备好了 然后派一个人告诉你 那去不去不 这是最后通牒式的去法 老公那边对待他也是 你要来就来啊 我派个小儿 那小孩去接你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他根本没有要理喻 他连个最基本的礼貌 都不愿意给他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其实美中中间是平于开战边缘 那大家都不想真的打 但是这个氛围就跟二战前 美国跟日本的氛围是一样的 好美国也是对日本经济封锁 各种方面弄到后来 几乎谈不下去了 那那个互相 那这个最后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现在做了所有的准备 就是防止老公偷袭珍珠港 好那么这个氛围非常的奇怪 好那么布林肯这一次去 不除了他一个人以外 他还带了四个人去 一个是管外交的 那还有公共事务 那外交跟公共事务 这个柱青 他主要就是去跟 这个对岸讲说俄罗斯那个你别碰 对不对 第二个亚太租青去了 对不对 他还讲台湾跟菲律宾你别碰 对第三个管毒品的 这个也去了 第四个就是管网络的 那就其实告诉你 抖音我就是禁啊 不然是不要这样 那然后所以这个氛围 他就是下 那感觉是下通牒 我告知你 我没有要给你谈 我只是告知你 这个状况 这几个东西你别碰 那么中国呢 吞不吞得下去 那是问号 你看他在菲律宾的那个玩法 虽然有点弱了 三艘军舰 然后什么海警船 搞了一百多艘的这个民兵船 加倍在那边出现 那个就是一个骚扰作战 但是那老共很善于玩一种事情 就是啊你把我无辜的人民给 给残杀了给伤害了 我们全他有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啊 那这个时候那美国跟他就用这种方式心理压力 他去阻挡你的那种正式的军事行为 好所以这个画面我们看到 两边喔 事实上是一副要干架的样子 对 而且他集结的地方是 那我要呼吁北京当局 要干架就选在南海干 对 他集结的地方不只是 而且呼吁大家无人舰艇拿出去干 对 他集结的地方还不只是那个 对脱离台海啊 但是他集结的地方是仁爱郊附近 还有一个地方叫黄岩岛 黄岩岛在哪边 黄岩岛就在苏比克湾的旁边 那个几乎是所有演习部队必经之地 那所以他的 可是中国没有打算 可能我们的期望要落空 因为以他这个阵仗 他是拿手拉手 好来对付肩并肩 他没有准备要硬碰硬 好 所以 所以他是准备拍画面给大家看 对 好我有演 好我有主 因为我们这个军界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 全世界的国家应对各种冲突的时候 他会有不同的反应 以色列就是 谁打我我就打谁 对不对 美国是什么 谁打我我就把他灭了 好 那俄罗斯呢 谁打我 都算是美国打我 对不对 好 然后 那个 德国人是什么 是谁打我 我就去赚谁的钱 好 然后 最后 最后一个叫中国 中国 谁打我 那统统的我就打台湾 好我就打门口小孩 好 我就心里不开心 那 所以这个是他唯一合理的东西 他很可能转移各种情绪 他不管怎么转 他不不见得敢跟美国或那么多国家 他在南海冲突 但是他会拿台湾出气 好 因为我们就是他门口的小孩 所以他搞不好这些船拍完之后 然后他下一坡一堆船就跑到金门 马祖周围去绕 对 而且这件事情 刚才讲说 你没有发现马英九最近讲话 很奇怪 他突然讲那么多话要干嘛 然后 你看他今天讲的是三样事情 美国支持以色列 但是民众心中有一把尺 因为他在讲巴勒斯坦占领 学校 巴勒斯坦 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 占领那个美国大学的事情 那美国支持 但美国民众不一定 对 第二个 那美国特殊政治结构使得美国政府毫无保留挺以色列 但是台湾不是以色列 那么他又以美论了 那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会如此无保留的力挺吗 第三个 中东战火延续 那么受苦了还是平民老百姓 那么我们绝对不允许台湾变成下一个降火热点 马英九 那和平论 以美论 然后这个美国分裂论 他就不断的在当 就是我们自己在做那个 做那个活动 起家的 就很清楚 做演唱会也一样 中共对台统战的原理 他都跟办演唱会没有差别 台上要有一个提示者 台下要有一个呼应者 从塞公到半演唱会都一样 那 驾村有友好吗 有喔 对不对 他就要呼应一下 马英九就是那个 有喔 有友好吗 有喔 有喔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不是你每天都在旁边这样咽咽咽咽咽 大家受不了 所以他就 他这种声音大的时候 那就是动作不对 而且我还觉得另外一件事情也很奇怪 就是M503这件事 M503这件事情他现在 那大家怎么抗议 怎么说明 怎么弄 那其实美国也跟他 有一点 跟中国有一点意见 可是 这个事情他就是要把他拉进来 他就是要贴着台海中线 好 这样子射这个M503 射完了以后 其实最主要是W122跟W123 这两条 那飞出来的航线 W122是什么 W122这个地方 他的对面 他是福州出来的 嗯 所以他是马主 W123是什么 他是 金门对面 厦门出来的 好 设在这两个地方 那从这个地方出来 这样子划设航线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 第一个 首先干扰的就是金马的航机起降 嗯 所有的航机起降大家就想像嘛 我这个是一个机场 我的航机是一定要有一个距离才能起降 嗯 那那势必会 涉及到一个对方的空域 嗯 他这样子划设的话 我就会干扰到对方航线 那干扰到对方航线以后 请问要怎么办 嗯 那是不是他要求 接下来为了怕重机怕干嘛 他如果要求在金马起降的民航机 台湾民航机 要跟中共的塔台报备 嗯 会不会 这就是大家 大家协定 然后从此之后他就可以用国际民航组织 跟大家讲说 台湾是我的一部分啊 你看他都像我报备啊 嗯 那他在搞这个事情 这个叫灰色地带认知作战 嗯 好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事情 大家讲说什么 他的飞机 他的战斗机 会跟着那个民航机 下面这样子过来突击 那个是 那个是电影演的 嗯 好 我跟你講真实的状况都不是啦 然后说什么 什么巴格达 不是巴格达 巴比伦行动 就是以色列去去攻击伊拉克的核子设施呢 那是以色列最后查出来 而解密资料不是查出来 解密资料就是以色列的战机是F-16是低空飞过去 嗯 然后避开各种防空雷达 那他并不是什么跟着民航机过去 那跟着民航机过去的 那跟着民航机过去的状况 可是就安姆林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的状况是什么 他是当我这个海峡中线附近 嗯 那这个飞满民航机的时候 军机也可以飞在里面啊 这条航线上面 他会跟民航机混到一起去 嗯 跟民航机混到一起去喔 使得以前 因为中共的民航机 飞在他大陆沿线的时候 只要超过这条线 大陆沿线的这个 这个飞机 我们的雷达就抓到 就知道他有问题 嗯 可是当他把这个 这个线 拉到海峡中线的时候 对不起这边全部都是民航机 嗯 我看到国际空域规则 我的空军 碰到这种民航机中间 我怀疑这个中间 有军机的时候 嗯 我是要派我的战机上去做目视的 目视确认 他那个到底是军机还是民航机 有怀疑的时候 那当然现在雷达比较精密 基本上可以辨识 但是如果是用这种混杂的方式 那简单来讲 我们的反应时间 就从原来在大陆沿岸 人家一起飞 我可能有七分钟的反应时间 五到七分钟 那你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一半的距离的时候 我只有两到三分钟可以反应 那那就严重缩短我们空军跟飞弹 跟各种部队的反应时间 这样子都对他的突袭战术是有利的 那这样子才会 这会很严重的造成我们 国家的一个国安问题 那他使得他突袭是有 是有机会的 再来他的他的军机 那越来越靠近 那他也是 那他他其实就是一种护航行动 那也可能是一种包夹行动 这个其实大家都已经应付很久 是没有威胁性很大 那但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 那么凄惨 因为其实他们在包夹过来 靠近的时候 我们的雷达跟飞弹 其实都锁定他们 那个这个 而且我们现在有个所谓 合成孔径雷达 那跟以前那个雷达不一样 以前还可以躲 那现在是躲不了 以前只能雷达上一个光点 我们现在一个飞机的下降 这个形状都可以射出来 所以这件事情 安慕林山这样子的压迫下来的时候 那他其实造成很大的 国安隐患 那么可是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就把这个东西丢出来 那其实是很耐人寻味的 他的确是想要给赖清德施压 那我们的问号接下来就是说 赖清德如果不理他的话 那他会再怎么压 那美国人跟布林肯 现在去对岸 其实要瞧的 或者是要押住的 就是这件事情 拜托 你老共有种一点 如果有什么不爽 跟我在南海打 好不好 我们南海 海军对海军 你不要哪边不爽 你通通都去打台湾 打台湾打下去 这个事情就大条 然后就不可收拾了 我觉得布林肯在跟老共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主要的外交目的是在这里 另外刚才彭教大哥讲的 政治的目的是什么 那其实很简单 拜登现在被人家攻击 跟给大家的感觉 就叫做软弱 他必须用不同的方法 表现出另外一种坚强 跟川普的疯狂式的坚强 不一样 放话式的坚强 不一样 我更有效的 的一种坚强 那这样子才能够扭转他 总统选举的颓势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按下小铃铛